我覺得我們不管是哪一樣的創作者 歌手也好 藝人演員也好 其實我們在這個階段 只要我們有願意往前走的同時 也希望大家應該多給我們一些鼓勵 不然我們明天就直接不要有這些人了 因為原來我 這麼有價值 這群人宣布明年停更 網蛙四年前舊片早預告 我 會醉 醉到明天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無厘頭的超瞎翻唱和經典娛錄 是台灣元老記憶Youtuber 這群人的經典代表作之一 現在這個樣子穿鳥差胸罩耶 不夠大嘛 應該還玩嘴 成軍13年的這群人 也是台灣目前訂閱數最高的團隊 原定是每月15號和30號會上芯片 但29號團員展榮卻在IG發長文 宣布明年會停更頻道 覺得是時候做些改變 讓我們可以回歸那種純粹緊密的心 還強調 停更不代表不再有作品 不代表這群人這個品牌 不再有任何可能性 你為什麼要跟我分手 你渴嗎 你回答我 你為什麼要跟我分手 你餓嗎 你不要問我餓不餓 從10年前的快速串紅 到後面被說群人變了 不好笑 業配太多等 停更原因或許從4年前 這群人上9面頻道 到展瑞4月底發的單費宣言來看 早就有機可需 我覺得我們不管是哪一樣的創作者 歌手也好 藝人演員也好 其實我們在這個階段 只要我們有願意往前走的同時 也希望大家應該多給我們一些鼓勵 不然我們明天就直接 不要有這些內容 所以我們最近都在跟大家講說 我們做的內容真的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沒有求你當下要讓我們爆紅 或讓我們一定要上發燒 壓力那麼大 你不要打開的時候就說 來我來看你現在這一集多好笑 眼球中央電視台自2015年8月5號 開台至今 已經走過將近8年的歲月 我們由衷感謝各位觀眾朋友 陪我們一同寫下許多歷史 其實在這群人宣布停更後 不免讓人聯想起兩個月前 才停更的百萬頻道 眼球中央電視台 我們要讓他成長 否則他就會衰退 但是到後來我慢慢的感覺到 在管理公司 經營公司 或者是賺錢 商業這些東西 已經慢慢的佔據我時間越來越多了 沒有時間好好創作啦 對 對 對 就是創作時間是真的已經沒有了 快喊卡 把我卡關 關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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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卡 把我卡關 還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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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卡 把你跳的我跳 Don't 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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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選擇這麼多的時代 我覺得大家不管要做什麼 一定要相信自己 然後勇敢追夢